糖尿病不只是脑人的慢性疾病 近年来罹患的年龄层还有下降趋势 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 18岁以上糖尿病的盛行率11.8% 换算下来每8.5名成年人 就有一人罹患糖尿病 患者不只得忙于控制血糖 还得面临高难度的体重控制 很多病人其实是40岁以内 就得到二型糖尿病 那这些病人的特色是北胖 糖胖症的死亡率是一般非糖尿病 非肥胖的七倍 糖胖症死亡率高 偏偏传统的药物治疗 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体重增加 导致部分病患因为担心发胖 无法好好服药 但好消息是新型的治疗真剂 大幅改善这些问题 他比较单独使用不会滴血糖 那第二个他可以减轻病人的体重 透过抑制病人食育的方式 让病人吃的东西比较少 糖尿病治疗迈入心理程 不过医生也再三提醒 患者自我管理血糖还是重要的 另外饮食控制仍然不可少 不喝含糖饮料 不吃含糖糕点 米饭类食物减量 搭配每天规律的运动 都能让糖尿病患者 尽情享受愉快生活 记者彰化最后报道